有和民权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邱秀兰表示 协会从过去陪伴引发长辈 渐渐转为帮助长辈们寻找人生的新价值 在107年的时候就成远赴荷兰 观摩当地的引发教学模式 在今年争取到公益彩券的回馈金以后 决定要把这一套模式推广到全台 我们在今年做成模组 然后要投入到整个台湾的各县市政府 来辅导各个社区来成立这个模组 然后这个模组也是在我107年到荷兰 很多的机构去学习 参与学习得来的经验 那在这三年来我们终于开发结果 要开始走出去 邱理事长表示 他们开班培训长辈帮忙带小孩 成立野奶欢乐园 以及协助社区内身心人士的身心小站 总共培育了三组人马 除了欢迎其他社区来观摩 也会进一步到其他县市来宣导 我们在今年开始 我们就把它分成的野奶欢乐园的受训 以及身心小站的受训 然后我们培立了各有三组人马 然后在今年一一的开始上课 然后把重点 将我们在社区里面这三年所做的一些成果 然后在应该我们受训了两三个月之后 我们马上在应该是在四月或五月 我们就开始正式走出去了 然后到各个的县市政府来宣导 永和民权社区长期以来针对长者们的需求规划活动 渐渐的扩及社区的青少年或是婴幼儿 让长辈们从被关怀者成长为关怀者 也让整个社区的相信力更加凝聚 记者赵世约永和采访报道